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结束 吃饭时间 电视上去播这些画面 因为在报道相关的新闻 那我们看到了在这段时间呢 到最近呢 其实应该比如说 但那是鹅的话 鹅的话大概已经快要杀到90% 甚至90%以上 今年最近这狗狗狗要吃狗吧 可能很坏吃 很坏吃的因为台北料 那很多人会说 那个农委会说是候鸟带来的 也有教授说是候鸟带来的 真的是这样吗 一句候鸟带来的就可以解决 这所有的问题吗 真的 那这个根据是在哪里 那另外呢 我们可能也有 也有民众会说 哎拜托 每一年候鸟都来 难道每一年都要来一次吗 那这个问题 难道没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 办法可以解决吗 另外呢 在面对的 特别是西部的有许多的县市 面对了目前的这些疫情 真是杀到手软 杀到手软 那有的地方说 我们根本就只有这些人 人都不够 然后杀到现在一场一场 都被检验出来 有病毒 但是呢 根本杀不完 希望中央可以支援 那又是觉得说 中央的支援来得太慢 这些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 或许应该说 这场灾难何时可以结束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一起来讨论 首先我要介绍在 我的左手边的第一位 是农委会的副主委 王政腾王副作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绍的是 中华民国养额协会的理事长 刘顺劳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呢 要介绍的是 台湾公共卫生出境会的理事长 黄淑珍理事长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最后要介绍的是 中兴大学受益系的教授 谢快乐 谢老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看 目前到底 情流感的最新的疫情是怎么样 虽然在前几天 农委会说 先暂时四天不屠宰 看这个疫情会不会控制住 那另外呢 我们却也看到说 不停的有一些的 比如这里有问题 那里又需要送检验 大概就从月初到现在 五百七十八场 我们最新的消息 五百七十八场被扑杀 那我们可能说 这场这些水禽 还有积压的灾难 什么时候会提止 来看这段BCR 情流感疫情持续延烧 从1月9日 屏隆东荡武山淡机场 爆发H512 亚型高病原情流感 短短三周的时间 全台13个县市沦为疫区 根据农委会最新统计 目前出现异常的禽场 总共有599场 确诊有病毒的 有551场 防典区强调 接下来会在疫情热区 设置实处的检验站 养情厂一定要拿到证明 才能送屠宰 包括运群车 运弹车 还有化制车 以及饲料车 必须要经过我们的检验站 做这个消毒的证明书 火情的话才可以送屠宰 水禽中于养额业受创最深 根据农委会统计 全台额厂饲养量 约177万只 截至这礼拜一已经有160万只 额被通报异常 占总量的9成以上 140万只确诊染上H5病毒 产业激风瓦解 而确诊感染的养鸡场也持续增加 已经达到35厂 其中25厂确定有高病原的H5N2跟H5N8 不过鸡肉供应市场目前价格稳定 虽然有4天禁止屠宰鸡汁 但供货量并没有减少 由于屏东县淡机场和土机场验出H5 亚型的禽流干 目前防检局也加强 养鸡场周边的监控 希望控制住禽流干往机支传染 如果机场发生疫情 农委会员呼吁四组务必主动通报 现场如果被我们减诊出来 有异常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未通报 所以要罚5万到100万 禽流干疫情史上最严重 受灾农民损失惨重 行政院也决定 只要农民主动通报疫情 原本只补偿六成 这一次责改全额补偿 希望让农民在过年前 先领到六成的补偿金 这次的这些病毒 又是过去没有看过的 农民要主动通报 主动通报铺杀以后的这些家庭 是全额补偿 地方跟中央分担的比例 原则上中央的二分之一会提高 目前初估其流干 防止经费达16亿元 其中有7到8亿 作为扑杀勤支的补偿金 中央将负担9成以上 至于资源调度 后续富养等计划 经费共9亿元 将协助养情产业重新站起来 然后我想在对于 其流干这件事呢 其实从大概 月初一直到现在 刷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图卡 刷这个图卡 从屏东开始 一下子就往北 一直一直蔓延 一直蔓延 然后你看看所有有出现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一个图块 这是哪几个线 就是说这几个线分呢 那都是禽流感的疫区 我们目前我们图卡写的是551 其实根据我们现在最新的消息 是579厂是确认 副作我想先请教的 为什么在短短的这个二十几天 整个疫情扩散成这样 怎么会这么厉害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的现象的确是蛮特殊 但是这种是要用科学 用证据来解释 那到目前为止呈现的 就是这一波的禽流感 三个病毒型 包括H5N2 H5N8 跟H5N3 都是证实是新型的 就是过去在台湾 并没有发现过 那既然是新型的 所以我们过去在台湾的 这种鸟群 大概体内都没有抗体 那再加上这三个新型的病毒 看起来都是高病人性 治病人性相当强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的状况 但是我们要问啊 从刚开始有的时候 不是就开始加强消毒了吗 不是各个就呼吁各个机场要加 不管你是水禽 或者是你是养机场 你要开始加强消毒 为什么还是一直的 这个疫情往上面串 所以谢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到底消毒有效吗 这段时间的消毒有效吗 实际上这三个新的病毒 我们说它高病原性 在韩国它曾经测过 它是所谓的静脉接种致病指数 是3.0最高的 所以它一旦进入哪一个场 哪一个场的疫情 实际上就蛮严重的 那过去禽流感的这个病毒 实际上后鸟每年都来 而且我们已经监控这些后鸟 从后鸟分离到差不多400株左右的 绝大部分过去出现的H5或H7 都是低病原性 但是这一次啊 我们是还没有抓到证据啦 但是某一种后鸟啊 特别可能是鸭类的后鸟啊 它可能是祸首 它居然能够耐过这么毒的 这个病毒 而且跑到我们台湾来 那是一次就带来 过去就我们所分离的啊 实际上从H1到H18啊 里面十几种啊 我们的H 然后N啊 从1现在到11 那这个排列组合啊 相当多的这种 这个排列组合的HN 的这种禽流感病毒啊 绝大部分都是低病原 那么这一次啊 特别是 就是一下来就是这么高的 因为跟我们已经有的H5N2啊 实际上我们台湾已经有那个 大五三的那个H5N2啊 它是原来台湾的 从低病原 变异成高病原的 那么这一次是 一来就是高病原 所以你看看 所以你看看我们刚刚那个图卡 整个西部 西部线市有在市的 差不多都沦陷了 有在养的全部 所以您是觉得说 从这些一整个蔓延的状况 而且都集中在西部 您觉得说是 这个极有可能就农委会说的 是后鸟带来的病毒 就是 我们这个传播啊 可以说是 一个是鸟 那么一个是人车 那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一次的发生 到底 一场跟一场之间 它的这个人车的这个关系 是不是很密切 根本就没有就是 一下子来 就是它也得了 所以可见就是说 一群的这个 这个野鸟协会他们知道 他们常常说 某一群的候鸟来 几千吃 或者是几万只 所以这些候鸟啊 特别 我刚刚特别强调啊 就是 它这个 我们的水群的养殖 都是开放式 那它有水 然后又有这个飼料 所以我们过去一再的强调啊 特别是这一次啊 这些养鸭养儿人家 我们也再度的强调 就是说那个飼料桶啊 最起码 把它围起来喔 不让这些鸟 我们其实我们去 去这些养鸭养儿人家去看 这些鸭儿吃完了飼料 下去玩水的时候 那些飼料桶谁在吃 就是那些后鸟啊 都是 后鸟跟流鸟 嗯 还有流鸟 嗯 流鸟就是 白头骨啊 切脚啊 所以 怎么样 不吸引这些鸟 来吃我们的飼料 因为它一面吃 它也一面拉啦 那这个禽流感病毒啊 一进入这些水群啊 它是消化到 是它主要的 繁殖的地方 所以它拉出去的一坨糊便啊 就足够 去传播给 几十 几百 甚至上千的 这个鸭群 好 那如果按照那个 谢教授的说明 那农委会不就 两手一摊 因为我们的 那个鸭跟额 都是几乎都是 台湾的鸭跟额 几乎都是开放 开放式的啊 那 那 所以 意思说 任何防疫措施都没有好吗 所以 我们现在是 急着啊 要教这些 养鸭人家 养儿人家 怎么去消毒这些水 这些水 最起码现在铺杀完之后啊 它这个蜘蛛水喔 不能流出来啦 里面 很多这些 沉溜感的 便都在里面啦 所以我们 很快就會 运出这个 宣传的 这个小 小宣传的 这个东西 教这些 养鸭 养儿人家 怎么去消毒这些水 消毒完了之后 这个水 才可以放出去 嗯 然后这个瓷 应该让它干 嗯 然后 太阳是最好的消毒 喔 让它 充分的这个铺晒 之后 才能护养 否则现在 马上护养的话 同样 你放一千只 一千只都报销 对 有那是很对啦 对 所以这是谢教授了 谢教授了 你都快要帮农委会回答完了 呵呵 开玩笑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副作 副作 那如果按照这样 我还是会觉得说 那前十天 前十天 的那一些 消毒防疫 到底是有好啊不好 做了 这样一看好像 一下子就从 一场两场 一下子就增加到 现在是578场 这是最新的 我想可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 搞不好又有一些增加的数目次 因为基本上是新型的病毒 而且 从这个发生的地理位置看起来 屏东 嘉义 云林 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由鸡 鸭跟鵝 那 因为鵝在云林县是主要的生产区 而且它非常的密集 都是在海边 那到现场去看 就知道那边的 流鸟 后鸟 数量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种新病毒 又高病人性 入侵的状况之下 它的传播 的确是非常快 再加上传统的饲养方式 那一个开放型的 那 这个 饲养厂的 自主卫生管理 做的如果不切实的话 加上人跟机械的传播 才导致 蔓延的那么快 那刚才有提到 前十天 我们采取的 防疫措施 有没有效 事实上 我们状况一言判就知道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把 这些病毒 要把它去除 那 既然是在 家禽的身上发现 所以 第一时间 有状况 趕快通报 通报了以后 我们趕快把现场管 管制下来 这些动物呢 趕快先做扑杀 接着下来 藏手 谢教授提到的 那些藏手 也遗留很多的 包括它的饲料 没有吃完的饲料 糞便 甚至池水等 这个一定要做 彻底的清除 跟消毒 这样子整套 那第一时间 总是把病毒量 控制下来 不让它传播 第二个 把这个病毒把它消除掉 我相信 这一个 还是必要的措施 好 另外来看 我们来看一个图卡 就是说 秦伦反的通报 确诊跟菩萨的累积 常数 这个是不同的 比如说 这黄色线的是通报 然后蓝色线是确诊 然后红色线的是扑杀 我们可以看得到 真的是 赶不上那个 不扑杀 扑杀的速度 赶不上 这个通报 跟确诊的 确诊的 这一部分 那我们特别要来看的是 这个养额夜 这次台湾的养额夜 这一季都黑哟了 整个黑哟了 大家真的要靠不靠不靠 理事长 这养额夜 在三十年来 这养额协会三十年来 应该都没有刚才是正常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次 哪来最大的风 最大的快 是怎么最大的快 因为 大家是 协教授跟我们 王府主委说 大家都是密集室 密集室的区 密集室的区 就是说 大家都没注意 没注意消毒 是大家都在消毒 但是消毒有 有 不是不好 但是这种的传播 就是新养的来 太庄 所以太庄 就是说 变成说 已经担不住 这顶 大家密集室都做会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想 是不是说 统进统出的东西 你现在要进来就是统统进来 要去统统出的 这样减少它的病院发生 所以这种种种的问题 我也觉得 我们也要跟 顶管農委会 然后统许市长会有没有 沟通一下 沟通一下 这种东西 要进行复养 要继续 这种药榕 有一个生产机制 不然 你已经到这些时候 大家都没有继续 可以说 药到到 5级 5级的 5月5 有5小孩 5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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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牠 牠也不敢牠 所以说 种种的原理 甚至说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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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的建议就是 是不是说 跟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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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让全部续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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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丁的 把那些水 你如果说 没办法用到会搅 搅在上面 放在这里有盘子 他就没流水 盘子之后 他就能 你说拍的 细菌消灭掉 所以就要问邪教授 我到底这个方法 这个 比如说 养额协会 大家 这就是养额护 大家真的是 这次是损失 惨重 虽然 虽然监护工 可能有保障 不管你落成还是全保 总是一定有 损失你的心神 你的心力投注在那里 就是损失 但是接下来的 接下来到底什么时候 可以我可以开始在养 这些细菌 可以一下子晒个两天三天 就没有了吗 还是说 其实还是要好长一段时间 其实这次 因为这个病毒 独立很強 所以他一旦进入五军 你如果没通报 你自己就减几百吃起来 你背我而已 所以如果一声会 五、六百点都报出来 我一步步 他就能说自己自然死 就死了之后 好 我们现在在说复养的事 其实这都防潜区 都有八爪亡利了 就是说你要停止三五月 这三五月来 要怎么抵抵抵的消毒 消毒之后 你要吃进前 要放哨兵 压鹅 或是鸡鸡 去那里散步 去你的中堂充分的散步 散步了十天 这些哨兵 鸡鸡 确定没有死 还猴火了 不是 不死 还要送那个 这个 消毒所 去检查 有病毒吗 这样表示你的消毒有贴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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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是其他的飼料 就是這個水 我們用那個 像漂白水那裡的赤鹿酸鈉、赤鹿酸什麼 裡面的飼料有那個飼料 飼料的時候你飼料 你水一公尺寸 你應該放100公斤或多少 放進去後 因為如果飼料飼料 那個飼料就不會走了 所以你應該放進去 然後飼料 飼料飼料 簡直去飼料飼料 但飼料在那裡 就盡量飼料飼料 所以這一部分 其實是農委會要 為同比如說相關的業者 包括養殖業者 還有學者專家要去搞清楚 另外我們要來 待會我們要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 我們先來看的是一個VCR 我们来看的就是在一个抗议的现场 我们说这一次的 真的是这一次是水情类的 你要说天灾吗 因为真是天外飞来的灾害 那目前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看每天的画面都在看 比如说这些怎么杀了 可能整个活生生丢进袋子里面 要送到这些化制场 但是我们也真的在画面中 可以看到有些卡车根本没有加盖 这符合我们在工位这方面吗 那我们先来看阶段底下 穿着白色防护衣的防疫人员 将还活生生的儿肢 大把大把抓进袋子里面 接着一包包活儿被堆成小山 再由怪手直接抓起 丢进没有加盖的画质车 这是动物社会研究会 上个周末在云林养额场拍到的画面 尽管中央宣称规定地方 要用二氧化碳先迷昏额再扑杀 但有些额明显的穿破袋子 不断的惨叫吹死挣扎 这样的扑杀对动物当然很凄惨 农委会跟防检局是失职的 公布影片拿出证据 扑杀过程有严重的疏失 但在场的防疫局官员 仍坚持补助地方买二氧化碳 地方也回报都有人道处理 我们确定所有的 他在他的记录里面全部都有写 每一个县市政府都是用西欧路来处理的 这个是他们提供的资料 不过这番回应让动保团体更加的愤怒 明明在现场亲友看到没有使用二氧化碳 更问到工作人员坦承没有确认 家禽死了没有 更不知道二氧化碳怎么使用 官员却视而不见 你告诉我在影片里面 你哪边看到 你是睁眼说瞎话 你说他没有灌好 他没有在灌啊 动物社会研究会痛批 中央根本没有掌握地方美岸规定执行 更不满 现在用二氧化碳扑杀 已经是十年前的规定 被国际认为是有问题的做法 政府花钱请做研究 却没有遵照世界最新规定来调整 另外载着死刑的卡车根本没有加盖 病毒沿路随风飘散 对此农委会官员表示 需要检讨改进 好了那个黄老师 我想就是站在公共卫生的角度 不管是说在这个家庭的扑杀 或者是说对于民众所关心的 因为对一般的民众来讲 除了怕到不怕买来吃 不敢买来吃之外 其实最害怕的还是说 这到底会不会传给人 那虽然政府部门恐怕就会拍胸部保证说 这个目前根据最新的研究是绝对不会怎么样 绝对不会怎么样 但是因为过去在有些的一个资讯的透明度 不够那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 民众其实还是会提出这样的顺应 民众确实是恐慌的 不过根据我们所有的资料显示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人的病例发生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那种高病原的病毒 其实它对群内是有高度的亲和力 可是它对我们俘虏类的动物 其实是安全的 比较没有那个 当然刚刚那个扑杀的过程 我们看起来好像觉得很不舒服 那当然也造成社区一些公共卫生的 站在公共卫生的立场 我们是认为还有改善的空间 可是其实如果就疾病来看的话 其实这种情流感的这一块 它其实对我们哺乳类 其实没有很大的威胁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部分 我们要怎么样 让民众免于恐慌跟惊慌呢 对 其实现在的民众 它很多的这种资讯来源 都是通过媒体 然后媒体的发布 然后大家从媒体得来的资讯 又好像半知半解 然后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然后就因为不知道 所以又更恐慌 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如果讲简单一点 我们的流感其实分为ABC三种 那现在在讲H多少N多少 老百姓其实搞不清楚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是说 其实我们A型的流感 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比如说H 它现在有到1到18 那N有到11 然后这个家族怎么样算呢 我们就讲说 有H的兄弟11个 然后不是17个 然后N 它每一家每一家都生了9到10个的小孩 那这样子整个的家族是非常庞大的 再加上它会有一些变异 所以就很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这样子 好的我们待会儿 直到现场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说 在这一次的因为 因为我们说了这一次的潜流感真的是大规模 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哀哀叫 说他们的人力跟那个物理都不足 那希望政府中央政府可以帮帮忙 但是呢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好像也似乎看到了中央跟地方 有一些不太协调的地方 另外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说 我们要来请教这个选者专家 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好的防御办法 待会儿继续等待的朗布开港海底 ISIS builds enough strength and the monster grows Correspondent Martin Smith uncovers the early warnings ISIS didn't become the group that it is today until they went to Syria The missteps The intelligence analysis continued to point to what could happen The view was This is the rocks problem Let them deal with And the ancient tribal hatreds that fueled These are not Muslims And frankly they're barely human beings The rise of ISIS 欢迎收藏到来到播放开 我们刚才看了一张图卡 就是说确诊的这些水晴跟养机场的这个场数呢 就是需要扑杀嘛 那我们发现扑杀速度远远的跟不上 然后呢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能也在媒体上看到了许多的地方政府 特别是像云林薛些农业养殖大县的哀哀叫说 中央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资源 像云林薛说他们的实际上的相关业务的人数 只有40个 40个要抬那些 滚了10斤 真的要杀到什么时候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似乎也看到在中央跟地方 在一个人力物力的一个资源上面的一个协调 好像不太够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来报告一下 还是说连中央自己本身的资源人力都不够 大虎山 屏东大虎山的淡机场 确诊案例 之后呢 我们在元月9号 农委会的主任委员马上下令 成立动物疫灾紧急应变小组的成立 所以这个应变小组除了农委会的夸机关夸单位之外 也邀请相关的部会 以及地方政府一起在这个小组里头 那开设了之后 每天就是透过 视信的会议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防疫的信息 即时的传递 那当中 要防疫 一定要先知道防疫的要领 所以我们就定了 这一次疫灾的 这一次病毒的状况 我们拟定了八大防疫的措施 接着下来 就是要把中央跟地方 人力的调度跟防疫物资的调度资源 这个体系系统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事实上 这个小组成立了之后 中央跟地方的 国通 跟联系的管道是有的 那出现的问题就在 这一次疫灾最严重的 疫情最严重的云林线 云林线 因为数量快速在增加 所以 确诊了之后 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这些动物 把它处理掉 藏手没有办法清除 那在到这种情形 到上礼拜 六 上礼拜五 二十三号 云林的扑杀速度 大概 勉强到一半 那这个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个星期 所以农委会就积极的 也调度人力 同时也去了解 云林线政府的状况 那这种情形下呢 其实 在第一线执行的 县市政府当然是非常辛苦 可是规模这么大的一个灾情 要做后续的处理 必须 除了防疫系统之外 县政府 跨局处的 资源也要进来 甚至动用 民间的 相关力量 因此 农委会 把 我们资源下去的这个 人力之外 也请 请国防部也支援人力 另外也动用了 养和协会 所以 所以 就农委会的立场 觉得说 已经尽了全力 谢教授您看看说 在这整个这个 防疫 防疫抗疫 还有这执行的这个SOP 真的有照着走吗 还是说 其实 还需要更大的动员 实际上 刚刚副主委没有提到 就是 云林线有 一百二十个志工 然后那个 序幕处长 老的序幕处长 一月十六号才退休 但是他就跑下来 做这个 资源 等于调度怎么这一百二十个 怎么去 分成集足 来做这个 协助扑杀的这个动作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必须要 工作人员 必须要怎么防护自己 然后 工作完以后 这些 口罩 帽子 衣服 怎么去脱 因为 接触这些活群 他这些 这些衣帽 实际上外面就卡了很多的 可能病毒 那你 没有教他们怎么去脱 怎么去洗 那 这些工作人员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些 勤钱交易 勤 这些动作 那 当然了 这些人员 我们也 也建议 就是说 卫福部啊 一定要派员 他有健康状况 良好的人 才能够让他下去 做这些协助扑杀的这些动作 因为我们很怕就是说 禽流感跟人流感啊 去在一个人身上啊 去 变成 这个 他 他会 会 重足嘛 这造成这个更大的 这个问题啊 所以这些 怎么样去 所以大家 所以防疫是全民的啦 不是这个防疫单位 像这样大规模的情况下 当然这个军队能够协助 他们这个人力 比较年轻嘛 那这个 我们实际上 四所大学 有受益系的这个大学的教授啊 关于勤病的这个教授啊 也都是大家一直在及时广义 尽量的来给 做这个 建设性的这个建议 所以 防疫是全民的 所以这一次啊 怎么样 强毒 这个突然这样一下子 分布那么广 怎么样让这些病毒量啊 在短时间内 降到最低啊 甚至于我们 我们不敢讲说 旧磁 把它消灭掉啦 但是啊 我们最起码 不能让它残留太多 那逐渐的我们来 对这些 养殖户啊 做进一步的这个 教育 教育跟教导 然后怎么样来健全的来饲养 好 那那个主委我要请教就是说 前几天就是说禁止 禁止屠宰四天啊 那 杠武豪 你觉得有帮助吗 譬如说刚才我提到 在决定这一波禁止移动 跟屠宰四天之前 云林县的铁铁县的铺杀速度大概仅达百分之五十 换句话说 有一半已经确诊的动物留在那边 那个就继续在传播病毒的危险 所以我们停这四天 就是希望 这四天所有病毒 先不要移动 也利用这黄金的四天啊 把这一些确诊场把它清除 那果然 经过 云林县政府 全体动员 在农委会的资源 包括我们农业试验所 调了六十位人力下去以后 就在这四天当中 已经把这个扑杀的进度都赶上了 所以是有效的 所以你觉得这四天是有效 那我们回头来说 就是这四天过后 那现在就说要屠宰的 是需要有这个健康证明书 是 健康证明书 那也有 但是 也有听到坊间的 有一些养技厂说 他们是可以买到 买哦 先说 买到 兽医的这个健康证明 所以对于这个兽医的监控品质 对于这个兽医 兽医的监督品质 呃 有没有一些比较 有效的办法 这个我想我有责任来报告 这是我们这几年 啊 信物厂 我们都规定他必须 聘有 企业收医师 嗯 等于是家庭医师的制度 嗯 那 企业收医师用他的专业来协助养殖户 这是潜艺医务 当然 是有价 所以这个把它解读成买那次 那是对 职业收医师是不公平 所以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传言是不公的 啊我们觉得不公平 而且我们这次是要 也要感谢 中华民国收医师公会 嗯 在这么大规模的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 荣委会跟 收医师公会的理事长一联络 没有第二计划 马上就启动 啊 各县市的收医师公会跟中华民国收医师公会 一起来协助来投入 啊这股力量进来以后 不但对这一波的疫情 有帮助 而且我们希望以后就是建议制度 你要做啊 经济动物的生产 一定要有专业的收医师 嗯 那包括刚才谢教授提到的 长期以来 四个 有收医学院的大学 这些教授们 嗯 也都在保健中心 来协助我们做防疫的工作 所以您觉得有投入 那另外我们要问的是 养额协会这一方面 我想最近应该有很多的会员 一直在问说怎么办怎么办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想法出来 说你刚才说 可能这个接下来相关的 赶快订出一个明确的时间之外 那对于 你这段时间没吃就没收 你还是怎样 这一波分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呼吁 或者是说 在未来是不是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观念 政府可以帮忙你们协助可以建立 这养额协会是有借用 把这些五農 还辅助一个政客的驾驼 但是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这段时间没中期 也希望我们农委会 可以用像我们农民 农作物休兼的保障方法 来这段时间度过 是这个 要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跟大家农委来来探讨 因为这种没中期的时候 应该没以外 有差不多 三国会纪六国会 甚至一年都没那么同期 因为第一点 现在已经 金鹅也没有了 肉丝也差不多要投资了 金鹅等于是 后来他要发出来的 贱也要在楼上做贱 做贱就是说 要去持一段时间 持一段时间 就要备国会纪一年 把我终于繁殖 繁殖后要去持肉丝 所以说 最终要有差不多一年至两年 空通期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是不是可以像农地 补助方法 算收根方法 这样补助烏龙 烏龙 让一个 有一个信心 再来整理我们五条 后来他继续来拥合 所以对养额协会 这些伤口的人来说就是 他要有那些 要怎样 要怎样 他消毒 整理他的定位 一个 一个详细的资讯 还有一个明确的 明确的 明确的说 你们什么时候 才可以 才可以再进行 所谓的富裕 所以像那个谢教授 那到底什么样的办法 比如说神妙大法 才是最好的防治 跟防疫措施 现在 这些定位都高度汙染了 那些五歳、亚歳 不是水在那里的部分 那个怎么去清 实际上都是学问 所以 事实上 这些我们做不太多 你就去富裕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 重力 应出标准的SOP 这些消毒的建议 可能最近 就会印出来就对了 最主要就是 现在 这个 本身 他整个厂的 那个受益司法里面 实际上 老早就有规定 就是说你 你牧场 应该就要有 受益司跟你签友 这个部分 刚才 这个副主委已经强调 就是说 实际上执行 并不是很彻底 其实 法已经都塞在那里 所以这次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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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 我们在 在背 可能政府 很厉害 没有这个疫情 在扩散 实际上前 所以 这个受益司 跟这个 牧场 的这个关系 就这个机会 来确立 来执行 跟我们 丁肺 去年 出现 中央大陆出现 一切烟狗的时候 我们火群市场 不可以去台火群 就是因为 这有法团把这个 拣掉 所以这次 又再度强调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 虽然这个 H5N8 H5N3N2 这次新的这个 在 其他国家 都没有感染人的 这个记录 但是 你如果高度 暴露在这个病毒 随称 风险 还是存在 其实风险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 所以 所以我们 我来强调就是 这些工作人员 其实是高度风险的 所以我们是要 那些配备 都一定要 叫它掛好 下去做工作 所以相关的 比如说 比如说 他是一个 寝场的工作人员 或者他是一个 直接到现场 去执行的 这些防疫人员 其实他在整个 包括从川到 工作 到脱 脱掉这些防 那个黄衣衣 这些 其实都有一套 要标准的一个程序 需要做的 那另外 当然我们再回头 再来看 当然之前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这些 这些都是 可能都是候鸟 所带来的因素 但是我们刚才 薛教授您提到的说 最怕的是 这个病毒量一多的时候 它会不会发生 所谓的 这个变异性 变异性的问题 到底怎么怎么看 那当然 另外一位 教授 比如说金传孙老师说 他觉得这次可能是因为 之前大家怕得禽流感 所以有一些养殖户 他们用了一些 比较非法的 非法的疫苗 所造成的 到底是不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对比起 禽流感疫情重创台湾的养情业 目前已经有200万只家禽 遭到扑杀 养而产业几乎崩盘 而这一波禽流感病毒 已经验出四种高病原型的病毒 包括台湾原本就存在的旧型H5N2 其他三型高病原型 都是台湾首度发现 包括新型的H5N2亚型病毒 H5N8亚型病毒 和H5N3亚型病毒 究竟这一波禽流感从哪里来 官方定调为候鸟 这个H5N3 它的H5 跟我们之前的H5N8 新型的H5N2的H5 都一样 那N3的部分 目前我们在这个序列的一个比对 分别是泰国 蒙古 还有我们这个2013年 在高雄决定 对野鸟监测 所得到的一个病毒的 一个监测结果 房检局表示 新型的H5N3 对鹅有高致死率 目前虽然没有感染到鸡 但韩国曾经发生鸡植 遭感染的案例 因此推测 对鸡也有高致死率 需的退估 国内这一波禽流感疫情 是在去年12月底爆发 与候鸟来台过冬时间吻合 因此有H2 H5和H8病毒 至于N3推测 是在北方重组之后 带来台湾 我的推测是这个N3也是同一匹候鸟在北方 它已经重组好以后同时下来 而不是这个我们台湾的N3 跟这个韩国的这个高病人性的HR 在台湾系排列组合的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探研 2003年台湾爆发禽流感时 并没有把病毒禽干净 因此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清除 要杜绝禽流感病毒 在本土继续变异的机会 尽管农委会一直强调病毒是候鸟带来的 但动物社会研究会质疑 病毒的八段基因 农委会只公布两段 其他六段不公开 根本无法确认病毒从哪里来 现阶段推给候鸟太五段 到底这些病毒是来自哪个国家 说白一点就是它的祖宗八大到底是什么 还有他在台湾原来的兄弟姐妹 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我们无从判断 常年研究病毒的金传春教授指出 现在连中国都公布病毒八段基因 这是国际趋势 台湾不公布对不起国际社会 他表示去年他在北部屠宰场 从机支血清中检验出H9N2抗体的养性 抗体例价是一般值了30倍 但把结果告诉农委会 反而被要求停止研究 他认为这病毒从来没有在台湾出现过 不能排除民间施大非法疫苗的可能 我可以告诉你 我做流行病学家我已经吓坏了 我不认为他们要隐秘 可是我认为他们没有怎么样去讨论解决方案 金传春教授强调 施大疫苗容易让病毒本土化与变异 他认为不能随便的使用 而他也表示自己多年来呼吁农委会 应该要加强国内的侦测系统 但眼镜病毒不断的变异 政府都没有回应 金传初认为应该严密的侦测 亚情厂异常变化 透过网络系统掌握最新的疫情 才有可能创防疫先机 间接挑战政府自认提前部署的说法 好了我们待会儿呢 只要持续回到现场来关心的就是说 到底在这个病毒 大家最怕的病毒会不会变异 它的一个变异性 会不会变成 演变成为传给人 人又传给人的可能性呢 那这段时间呢 我们该怎么去教育民众 还有资讯应该怎么公布透明化 让民众免于惊慌 那让相关的养殖户 他们也知道说 这次大事起来起来 那他们接下来还有可以继续养殖的可能 而不是每一年来 他们每一年都要担心 待会儿持续回到我们现场 十年前 湘君因为爸爸过世留下大笔债务 让他和弟弟妹妹一无所有 很多人的上门都要债 家里的资产像房子啊车子啊 要怎么变卖 湘君的妈妈为了三个孩子重回职场 因缘继绘做了防众业务 我觉得我刚开始我都比别人这样子 因为没有退路啊 后来湘君和妹妹姜婷 追随妈妈的脚步进入这一行 妹妹年收百万 湘君则是年收两百万的超级业务员 这就是好处你知道吗 两个人在不同家店 我们大到整个大套 湘君只相信自己能牢牢掌握的事物 我觉得按计算机会有趣多了 可能虽然我爸过世 非常非常喜欢卖家具 所以我不可能再让自己 到那样子的可能绝境里面 曾经走到谷底的杨家仁 凭着什么样的信念站起来 重新过日子 今晚九点 买房卖房的仲介人生 就在公式频道 谁来晚餐 我要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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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理事长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 那可能很多人问说 那刚才我们看到的VCR里面 很多人就说 政府对于这一次 包括他的一个基因检测部分 有一些没有公布 那另外呢 民众也会觉得说 他们对于政府资讯的透明度 一向都会打个问号 那这个部分呢 如何让大家在这一次的一个 情流感大型的大流行当中 可以不用害怕 而且不需要有些莫名其妙的害怕 是 我大概会有三点的提醒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可能必须要落实病毒的监测跟研究 然后追踪秦龙啊 就是养殖业者他们的健康状况 因为我们非常担心这一次的这种高病毒的 那个病毒 高病原的病毒 它很容易会有转化 尤其是我很强烈建议说 应该是水禽类的跟我们的猪 应该分开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跟猪 其实自古以来都是很好的朋友 尤其是在乡下的地方 有很多人就养了一点猪 然后也养了一些禽类 对对 然后我们人如果感冒的话 猪跟我们其实会互相传染 我们人的感冒会传给猪 然后禽的感冒也会传给猪 然后猪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它很容易在他身上 两种病毒会去 去就是去组合 重新组合 那重新组合以后 就变成一个全新的病毒 那这个全新的病毒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人传人 这是我们站在人的防疫上 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必须要对高危险群 就是所谓的群的养殖业者 还有包括去那个养殖场去做扑杀 这些真正在那个场地活动的这些人 他的健康监测必须要非常的落实 然后对病毒的这些监测也要非常的落实 看看病毒是不是已经有变种了 那第二点就是说 必须要落实法规 改善群内的饲养环境 然后减少病毒的演化的这种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的养殖业者大概是站在 经济挂帅的这样子的情况下 它可能就是养的空间过分的拥挤 通风的效果也不好 然后缺乏阳光这些等等 那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病毒 其实它是怕阴暗的冷的 它其实是比较通风比较热的话 其实它的病毒的存活率 是会比较低的 所以这一块大概就是 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然后 谢老师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说 是不是打一些那个 就是自己买来的 这私底下的所谓的那种 非法疫苗而造成的这个关系 因为疫苗同样的 你也需要有一些的 可能会有些抗体出来 有些的状况出来 是不是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的旧的H5N2 确实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我们分析那八条基因 它实际上是墨西哥株 就是有可能是我们的养殖户 从对岸走私进来 那对岸的制造疫苗 不像我们台湾的疫苗 台湾的疫苗如果政府检定过 每一批足批检验 合格的才能上市 那这个安全试验 就是说它不活化 它拿回来 对岸说这个是不活化的 其实它不活化不完全 里面还有活病毒 结果打到这个基 我们现在就留下来了 它原来是低病原性的 那这个低病原性的 这个墨西哥株 它在我们的基群里面 它韵量所以每一年都会出现 像道武山那个就是 变它的切割位有四个检机 就出现了这个 它从两个三个 然后慢慢变成这个高病原性 这个由疫苗来 这个有这个案例 但是这一次啊 实际上我们平良心讲 它一来就是 切割位就是六个检机 这个我们台湾从来没有的 所以您觉得说还是一样 就是说是候鸟所带来的 这一次的病毒的事主因 好那 切割位的话 有个问题要问你 那我先来 我请教一下农委会 那我们就说 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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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 这一次的一个大流行 能不能 有没有办法 大概说 这次来看 可以永保安康一下吗 是不是可以 不会再来了 或者说不可能 不要再有这样一个 大规模流行 有没有办法呢 以这一波三个新的病毒型 本会的陈主任委员 会说 要把它赶进 就是把这些病毒清除 因为 假如是这一波是新进来 大家如果采取断然的措施 争取那个机会是有的 不够就是各方 产官协大家要一起来努力 这是首选 能不能彻底的清除 有待执行的部分 那我们所采取的策略 还需要包括产业界 公部门大家一起来合作 所以能不能掛布景 另外的就是对于养额协会 养额协会 我们一直说的 他这次真的是灾情惨重 那又有人提议说 是不是有一个 比如说政府这一次 当然是很厉害 他说 你自己通报 我就全部都帮你扶 但是 这许许多多的这个变化 那种突如其来变化 是不是要有一个 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基金 农民他们自己 养殖户役有一些基金进来 那大家平均 风担这个风险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这些养额协会里面 近前都落了一点 说要用产业服务费 产业服务费就是说 你出狗子 直接我就给你抽几个股 几个股 那那个 政参者 那算那个 多灾状 那那个 算 两个子 两个子 都要收到 产业服务 但是现在 用户就是 大家都没来 没来也没得到收了 没得到收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哪个 现在 深入了 那个 什么 李处长 跟他说 要改好 你们用这种 我们就 不用拆开 跟农业特情 你们多少 我们就保障多少 你们算收入多少 我们保障多少 你们就可以 跟这些产业服务 跟这些基金 来帮助这些股農 所以其实 还是要有一套 比较完善的制度 让大家不会 风险这么高 的一个制度 要出来 谢教授您有没有补充吗 是 我补充一下 这个 十年前 这个 那一五恩兰 它是低病原的 业标 进来 所以它存在 我们基群哪里 我们 比较难去测出来 但是这一次的 这三个新的 它是高病原 它无论有肌 无论有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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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都会有 极明显的症状 这个 这个 极有可能百万一百万 或是 这次 它认真在台狗 但是它在痕 里面 像是 只有症状 产氮下降 明显下降 它死亡率 没有那么高 所以 这样的时候 因为它 比较容易突显 它自己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说 呼沙丸的那个场地 怎么样彻底消毒 就是把这个病毒 彻底消灭 可能我们的做法 高病原性 跟低病原性的做法 是不太一样 那您觉得说 还有哪些 还有哪些措施 是政府目前还没有做到 或做得不够好的 现在就是 要怎么辅助这些农民 特地来消毒 他们的这个庁 把这些病毒 尽量彻底 有时候去放 哨兵鸭 都没问题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 至少那个场地 就已经把病毒消灭了 所以这个 这个应该 不要再一个 这个 可以 美国总统欧巴马 访问印度与中共 试图强化反恐结盟关系 希腊大选落幕 新内阁出现 准结派 会不会带来欧元区的 另一次不稳定 日本也有食品安全问题 冷冻食品与泡面问题 多 政府如何处理 公示周六周日晚间七点半 HD频道八点半 全球现场深度周报 漫游天下 与您一起掌握全世界 经典电影院 赤脚梦想 一位失忧的足球教练 从韩国流落到苏门达蜡 一心只想掏心的他 却在一群小足球员身上 看到热情与希望 没有钱 没有足球 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 2月1号 周日中午十二点半 赤脚梦想 公示影音网开张见喜 及时代况不容错过 2月7号8号一连两天 上午9点到下午5点 104年第一次中华桌球国手排名赛 公示首次以网路直播的方式 邀您见证桌球国手 老将星宿桌队厮杀 2月7号8号 公示影音网要你好看 一个再见与重逢的故事 公示2014最新连续局 看林心如精湛演技 看爱情故事经过了16个夏天 命运如何安排 公示现在发行 林心如作品16个夏天DVD 现在购买限量资送子铁相框 留住你的青春回忆 就不用承认 会失去你的心痛 蚂蚁看防山跟老鹰看防山不一样的 你看到是这样的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 那现在有一些镜头它可以装在支撑机上面 像我界里面有很多画动 除了想象以外 当然还有就是说 有借着这种飞行器 你可以看到 你走路走不到的地方 终究老师的老师就是大自然 在很多东西到某个时候 你突然开朗 那你灵悟到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跟它沟通 那自然 那你